大家好 今天是8月1日 星期三 今天的港股 一個字 慘 為什麼慘呢 其實原先真的很好 因為昨晚的時間 我怕有朋友說我昨天高低眼鏡 繼續 因為昨天的時間 你見到到美股其實是OK的 甚至乎納子的表現 都不是差 而港股今天開的那一刻 其實都開得不錯 但可惜在 真是A股和人民幣 這兩樣東西 是拖累著港股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會想回 你說現在 我們跟內地的 很多上市公司 跟內地的敏感到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這下一個事情 回想回頭 都真的覺得 未至於真的那麼好 但是呢 其實這個港股 上半週的時間 都常算做 叫做得穩 但是偏偏回來 就完全兩個世界了 因為人仔 不斷扁下去 還有就是 A股又不爭氣 與此同時 在我們一兩點的時間 突然傳出 就是特朗普 那兩千億美金的 產品的關稅 由百分之十 又上調到百分之二十五 這個消息呢 我第一次聽到之後 是惡然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印象 昨晚的時間 有些消息 例如說 劉鶴和老母音 他們有說 什麼事底下 談過一轉 當時的市場 是樂觀的 對於這件事 其實是覺得 有得談 跟我之前的說法 相類似 但是下午這一刻 突然加了兩成本關稅 我是很意外的 因為我覺得 這一步 不太合理 是的 不太合理 所以剛剛 我回到公司 我第一次跟同事說 就是 我不覺得他真的做 如果明天的市場 再因為這個消息 而真的叫我 再賺下去的話 我想我會破天荒 我會買牛紅證 其實說真的 大家不要見怪 我想我這麼久以來 有沒有試過買牛紅證呢 我想我印象中 真的不多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五次 真的沒有 因為我對這些衍生工具 坦白說 興趣真的不大 但是 如果你因為這個因素 而令市場再跌下去的話 我真的覺得 我會買一些 不要太近 可能三四八點 那些牛證 我覺得我會博的 當然不會買得多 可能一萬幾千元 就算了 算了 算了 但我覺得 是要這樣去搏 因為 如果說真的 像我之前說過 之魚一成 我也不相信會這樣做 搞議兩成半 還有 Natica 現在你omène tous的計劫 有很多 美國企業 在他們做事 會イ reflected 因為 原材料價格 typically升了 等於 小高華 既然У任何 要加價 因為 qu unquote 很多原材料升得上去 所以如果交易两成半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影响 都是很灾难性的 虽然可以说强美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今年的经济状况还挺得住 但到明年当你真是征收的时间 真的挺不住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即是变相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世界的经济都乱了 那为什么不播这一局 我们已经播他没事了 但怎样也好 如果这个消息掉下去的话 我不怕的 甚至乎我更有信心的事会弹 因为这次的消息 真的不合理 反映就是 特朗普这个人真是乱来 你看到他 而且这个东西本身是在私讯的 为什么你突然间可以说 改或改 整件事都没有 所以我真的不相信他 他可能会出声说 会这样做的 但是真的做的机会 我觉得是不高的 而且民众不会陪他瘫 你想想买东西 突然贵到两成半 你会不会赚成一样东西 除非你很大美国主义 不然的话 真的不会这样做 所以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这个情况 不过 其实你看到很多股份 好像你说 2382 腾讯这些 其实是没有东西的 最初是可以的 腾讯是弱了一点的 但是也未至于 之前会倒跌 但是未试的时间 都会跌下去 都说多一点点腾讯 因为 第一个问题 都好像有说腾讯 一会先说 先说吧 腾讯今天 也是跌 和北水高得厉 因为这段时间 我想看北水 过了五点半之后 跟大家交代 北水 今天股腾讯的量 又是超厉 那时差不多 我想有淨沽出程 差不多 13亿多 我想有这个数 13-14亿多 其实很多 但是 出奇地 跌了2毫 算是挺聪明的 虽然也是差的 你可以说 别人美国那些股股都会弹 你也不会弹 我还是等业绩 但是你可以说 今天这个市况 跌2毫 算是有交代 信语 信语比赛比较可惨 一会再说信语 但是你说 大市本身 现在来说 都真的看着人民币和A股 其实今天真的令大家很失望 内地方面 昨晚 才出了这么多的政策措施出来 找经济 这些消息 对市场完全没有帮助 我们政府也真是头痕 这样也搞不了 成一量 也没有多 所以这一刻 是烦的 但是 你可以这样说 特朗普走这一步 他有部署 他应该想逼中国政府 大家谈 坐下谈一谈 究竟如何做法 我觉得到最后 关税是会征修的 但是数据可能不高 可能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甚至乎到最后 可能是中国答应 可能是准备多少的商品 即美国那边的商品 打和 希望这样 有点会好些 但是现在 难看的了 但是在今年 八月份 打后的时间 我仍然谈到 乐观的 我觉得也是那句 例如这些 只要说谈一谈 就谈一谈 等于的情况 就等于好像 特朗普现在 你看到伊朗也是 说谈 就是要跟别人谈 但是明明 你可能遲一晚的时间 都还在焚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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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 那一刻 反转再反转 就是 就是 当世之下 都没有任何人 迫过去 真的 那我就说一下 顾分的情况 信语 信语 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北水都猜得多 是的 这一只 今天看回来 都猜得比较大 但现在是迫了一些 没有挨打 都是跟信哲的 同样 但是 我对他们的信心是有的 是很足够的 所以 反而现在 我都在想 是不是应该要加注 虽然我之前说了 我不加注 但是 不知道 我觉得很吸引 所以可能 都会再考虑一下 明天 如果再跌下去 我都会 再买多 一两手把 先 但是 大家量力而为 因为 我见一些朋友 都留言 都说 受不了我的事 他们拿到股份 原先都赚很多 但是现在 也可能 要倒数回 上年那些 我自问 我的目标 就比较幸 因为始终有一些 可能是收租股 不是收租股 那些是 传统的公用股 那些 是 抵消了 我现在都要输 但是 输了0.5% 而且 因为 我科技股的战比 大概 四成 其他股份 有些 我没法移动过 是的 所以 现在 你没办法 除非 现在这一刻 把这些货 全部扔掉 但是 我真的不太害怕 而且 现在手上持有的 例如煤气 那些 好像 腾讯 我都喜欢 所以 我不管 不如 再说两个板块 快点 说两个板块 第一 豪赌股 博彩数字 不是很差 因为 上年基数 比较大 所以 现在有10%的增长 其实我收货 是的 所以我不怕 我的银鱼也会先拿货 而且 Jayson 我同事 提醒了我 因为 我们也收到一些大汉的报告 有份报告 也提及到 因为 今年 没有那么幸运 上年 那些赌场赢率 比较高 今年 比较差 所以 令到 赌收的数字 比较差 但是 没有 多谢你信任我 但是 怎么说也好 现在拿货 自己量力而为 我看好信誉 但是 大家也要自己衡量 持货能力 这一件事 那 落木 也还看好 因为 我觉得 孤这一件事 始终 收货量比较大 而且 落木也出了一个营起 其实 上半年一定不差 下半年是有变数的 但是 现在这些价位 三个多 三个多 这些位置 都算是很低 所以 你可以考虑一下 拿货 当然 你没有货 的话 你买些 可以的 但是有货的话 有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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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先拿去 我觉得 当然 有一个 左三平台就是 市现在很受到 人民维会的影响 特别是中资股 所以 如果你有货的话 也是先拿去 内需股 无偶 不需要害怕 这一只 我都觉得 是可以的 不需要太多担心 还有 讲到内需板块 因为 一些政策 还没有扶持 好像昨晚的时间 找经济 这些内需板块 一定会比较好 气氛上也会比较好 但是 相比之下 内房是大件事 内房真的比较弱 因为内房 你可以看到 政策方面 大方向 都是调控的 但是 深圳市那些政策 真的前所未有这么严厉 特别是 限制一些人 可能买房之后 三年不可以沽 这些 真是很大件事 所以 最重要的是 今天 股价反映得跌 反映回 这个措施 万一 全角性 就更加糟 所以这个办法是难搞的 而且 都算买都好 真的买回中开外 晚科 等机会买这些 会好些 最后一件事 就是 碧桂园服务 基本上 情况 还是OK的 我也觉得 在这些饭图里面 这些是好的 要记住 现在的碧桂园 因为这段时间 有很多停工事件 刚刚在拍这段影片之前 又有一宗 又不知道哪里 有什么火警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你可以说 一个楼盘 又有火警 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平常的事 不是有什么坏事 但是你想想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你偶爾都会有些工业的事故 是吧 你何况全中国都是 全中国 这么大 你每天有零星 每天有两宗 其实很正常 但是最大问题 就是现在 你少少东西 都会被人说出来 所以这一下 对于碧桂园来说 也挺弄压的 但是其实这些价位 我觉得很吸引 不过你预认了 都会有些 叫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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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风波的话 再等等 那刚刚提及到 市况和腾讯 其实你说腾讯业绩好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叫做反击战志的开始 而且最主要 都是看看人民币 加上 究竟能不能够 这个费战 我是乐观的 就是因为以前乐观的 行政策的业绩 大家看得很淡 我觉得是有机会反弹的 不过 怎样都好 现在Donald Trump 都太难预计 这一下 是 我想令大家都不要这么买货 不如大家留下言 大家留下言 大家留下言 再统计一团 大家这些位 敢不敢买货 即是不要买什么 純粹觉得是 敢不敢买这件事 好吗 那看看你如何 大市差 差 真的差 但是没办法 这件事 你只可以说 当年大家 我们之前的市场好 因为不需要来买 因为资金就可以了 气氛好 但是那时候都说明 这些市场是坏人多 他们来买的话 都可以沽货 没有人告诉大家 只会买 不会沽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说 一沽的时间 市场还差 但是真的没办法 你只要可以说 那个 时而世逆 好的时间就真的好 差的时间就会变差 所以 大家可以先搜一下 当然有货 明白的 我自己也是有货 而且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更加觉得 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意思就是 明明觉得一些东西是好的 但是 市场很不走 这一刻 其实是有些 昨天的电影也提及到 其实有些沮丧 所以我先说 不如买美股好 港股真的不适合 但是 没有的 既然是优质股 是OK的 那就相信自己 那就相信自己 这些是这样的 最后 有朋友问到 新报的问题 不知道 我自己一向又觉得 其实新报没有什么 有货 没有跟大家说 有货 又不需要隐瞞什么 但是 譬如说 他有些胆仓 他叫人沽那只股份 他自己又拿些胆仓 其实 这一刻 你可以说 如果这一刻 按照条例上去看的话 印象中 所有和你所说的 相关的一些情况 都应该是要申报的 但我不知道 他在什么情况 去做这一件事 就不清楚了 但是有时候 我觉得有些是很自觉的 就像我自己为例 有什么货 就直赶 有货 就说有货 最多赶长时间 你说不申报 条例上 好像是不容许的 但是 我不知道 不同情况 有些不知道会如何 因为这个情况之下 你很难去留言 什么 因为 知道的事情 好像很少 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自己问心 我真是 无事不可对人言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大家问我什么 我都会尽量回答大家 都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回答 放心 希望 明天可以更好 还有 明天就是长和的叠职 加长实集团的叠职 看看他记得什么时候公布出来 如果你说是 可能是 下午的时间 或者是收市之后的短时间 我消化完之后 再和大家 说一下 好了 到那一句 希望在明天 大家明天加油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